切开法重点重型素的优缺点 它的优点在于形成的双眼皮比较自然 它形成的双眼皮也比较固定 它形成的双眼皮也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永久性的双眼皮 它的优点还有的优点就是 它在这个做的手术过程中 它可以去除多余的皮肤 和可以修整厚实的一些眼龙杂鸡和皮下组织 并且它能去除多余散除的矿隔脂肪 重点数的缺点那就有一大箩筐了 它的这个最主要的缺点 它就是术后眼瞼要形成一定的痕迹 也就是所谓的斑痕吧 在这个恢复到个一年左右 三个月到一年左右吧 它给你看到眼瞬眼有一道小白印 这就是在我们整形科大夫里头 我们就说这就是斑痕 其实它也不是个疤疤 就是个痕迹 这是它的最主要的缺点 第二个缺点 它就是做完切开法重点成型素 它恢复时间比较长 一般在三个月才能恢复的 相对来通常意义的自然状态 第三个就是做完切开法重点成型素 眼瞼水肿比较厉害 一般人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 第四它容易出现一些排异反应 比如咱们用的缝线 它要排异 一般它这个切传优缺点也就是这些了 大家帮助 Because дел 我到这了我们到的时候 就生了一遍 没有人能开 那个病Ga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